好,接着我们再来出几道神题来考考大家。 大象把蚂蚁踩到骨折,怎么办呢? 还有就是面包和馒头打雷,这个谁会赢呢? 相信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问题都会茫然无措的。 而今年昆明某中学的一道小学生初中的试题, 《水浒传》第九章的张明是什么,更是让人哭笑不得。 对于此,人民日报说,神体考不出素质。 文章指出,改变死板的考试内容是一件好事情, 但是创新绝不是为了难倒人,更不是搞无厘头。 那种不考逻辑,不考科学的考题, 那种舍本逐末,甚至是本末倒置的创新, 不仅是无助于正常的选拔,还会戕害学生的思维能力。 素质教育并不意味着脱离日常生活,违背教育规律, 更不能因为素质教育而忘了教育的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